好嘞,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我们队的阵型 有时候呢,我们队有时候打得比较散 是什么散呢?就是说过打过的,好像位置连不起来 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拉开,什么时候该收回来 现在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你们往上下去 一天打三场球的美男杯,体能要求很高 所以你的物商帮补一下,物商帮衬一下,体能会省很多 也是符合足球的要求,就是说你不能暂时来打球 对吧?你不跟我们男人家打球是站出来的 你们是年轻力价 注意我们是四四二的阵型 我们队的习惯打法,四四二 基本上中间四个前位是零行的站好 后面呢,铁哥或者是谁,有个拖后中位 有个定人中位 我觉得这样排呢,这个正行的排呢,明显一点 给大家就是说明显一点,没有那么模糊 就是给你们知道,这两个边位,或者是阳哥啊 或者是孙啊,或者是谁啊,海哥啊 都是这样站,两个前锋基本上是 如果是月仔啊,周总啊 我们两个前锋的速度又快,又能突破,又能射门 绝对应该说是绝对有威胁的 然后我们的阵型呢,一个整体前面都说过 纵上,纵上就是说这个纵上 前后的纵上呢,30码到35码 这样的纵上就压得比较好 不能靠得太近,不能拉得太开 拉得太开就松,靠得太近就扁 大家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个是呢,恒上 恒上,恒上的距离 大家也要注意,在25码到30码之间 就是说恒上 所以说要我们的整体统一的行动 往右边挪过去,要整体的挪过去 往左边,就往左边 整个整体的阵型要挪动 这样就能保持 保持得好 我们空档一减少 谁打我们都难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打起比赛来 就是说我们呢 特别平时可能 这两个边前卫呢 靠边站得太多 站得太死 所以,一定要注意 要懂得收回来先 收回来先 我们有球再展开 先收回来 包括整个队型我们先收回来 有球要进攻才 转开它 转开它去抢空档 对吧 如果你定定的站在这里的话 你 呃,所谓 那个边前卫定定的站在边的话 首先 这里的空档好大 还有你自己站在这里 也很容易被人家钉 钉死你 对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 先收回来 免得有 有时候呢 我们中间 这两个前卫 麦可啊 或者是孙啊 或者是 有时候是查教授啊 什么 都觉得旁边很多人 就是由于 我们两个边前卫 这个也是怪我 有时候我是打边前卫的话 没办 没有能力跑回来收收 来回跑了 没有办法 所以当你们打呢 应该是 注意 该收回来人家 进攻人家 进攻的身体先收回来 先收回来 先收回来 一定要收 有情在张开 啊 包括前锋 啊 包括前锋 都要收回来一点 要整个队形一起活动 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如果我们队形 一保持好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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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